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如果想要界面上有一些特效 对吧 我们就需要用gs加scribe去控制 对吧 这三种都成为是语言 而且是配合用的 配合就出现一个完好的页面了 但怎么能出现完好的页面 得用浏览器来解释它才能出现完好的页面 是这样的吧 嗯 那我看到这咱们已经做页面了 那学PRT 学misecler干嘛用的呢 对不对 咱们再往下看 这能做页面的 但页面是静态的 内容不能用户去改变 对不对 而且做页面就跟我们普通 你写个计时本 在本地写的是一样的 对吧 那只有你本地打开能看到了 嗯 是不是 如果我想将写好的页面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 那我必须得把它放到一个服务器上 对不对 别人通过访问对服务器就能获取到RT tmcii架数代码 回到客户端用论乱七一解释就出现一面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如果想发布一个网页 有人tmcii架数写的可是网页 对不对 想把它发布出去 我就得需要什么 就得需要外部服务器 听什么 外部服务器就是一款软件 听什么 那这个软件有很多种类 不光是 可不是就一个软件 对不对 有哪些呢 比如说阿帕奇 对吧 大家有可能没用过 后期咱们会一直用 index 对吧 也是做PRP比较好的一个外部服务器 专门为PRP写的外部服务器 对吧 还有tomcat 也是外部服务器 还有is 我这里边只给大家列出了四款 对不对 当然还有什么 比如说那个 外部logic等等 好多种外部服务器软件 如果你西语言比较牛 对不对 你还知道rtv协议知道外部工作的原理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写一个外部服务器 当然了你自己写性能不一定高 对不对 那已经有公司跟我们写完了这些 对吧 有花钱的你花钱买没花钱的就免费的 是不是这样 那阿帕奇就是一个开源贬费的对吧 你完全能拿到原理吗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干嘛自己写啊 性能还非常不错 功能还非常的强大 是不是这样 嗯 嗯 那这也是咱们后边咱们要介绍的内容 嗯 外部服务器 当然这个呢 学起来的就是相对容易一些 对吧 嗯 咱也不用说太重点的去介绍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有了外部服务器发布网站了 咱们就可以把静态页面做完了 直到前面那个指示就在了 嗯 那如果我想做动态网站 咱们说了 这课的内容不就是做动态网站所需要的购物件吗 对 那动态网站是不是做到人机交互啊 嗯 对吧 那是外820的时代 你需要像 比如说我想像百度一样 搜索就能出现一面 对吧 那你就得要服务器去处理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在服务器上和阿帕齐装在一起的得有一个 就是个外部服务器装在一起的得有一个 在服务器的工作的交付员员 而TMRCi加斯是在客户工作的 就体型界面对吧 服务器的对服务器的处理 比如说我想知道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的结构 我想知道服务器的目入结构 我想知道服务器的数据库里的数据 想知道服务器文件里的数据对不对 用户通过访问外部服务器 外部服务器再结合服务器的一些 变成语言 那么在服务器的印象 你想获取服务器什么信息 完全可以做的 就没有做不到了 知道吗 这就是服务器的语言 那么在服务器的可以工作的语言有哪些呢 只要你制造语言几乎都可以 比如说Peart 比如说GNP 比如说ASP 比如说C 比如说Python 对吧 这些语言都可以在服务器团工作 都可以作为网站的服务器团 对吧 那么哪个更好 哪个更适合做网站 这就是他后边要重点讲的内容 真的吗 那这些需要跟外部服务器配合 在服务器的编程用的 知道吧 嗯 那这里边我给大家列出来 有Peart GNP ALT 对不对 等周的一种 那有的时候就是西元 刚才高尔说西元可以写 西元可以吗 完全可以 你在阿法奇里边 只要装一个CDI 混合完接口 就可以调到西元的代码 对不对 在阿法奇里边装一个可以 调到Peart的语言呢 那就可以解写Peart语言的代码 对吧 嗯 那不同的外部服务器 还有这么多语言 怎么配合 也是咱们后边要讲的内容 对吧 比如说 你拿阿法奇 他可以发Peart 他可以发GSP吗 可以发ASP吗 对不对 IS 可以发Peart吗 可以发GSP吗 可以发ASP吗 对吧 不一定不行 对吧 但是有的不一定是他的强项 所以呢 咱们一定要找一个 他俩很好的配合的一个语言 比如说阿法奇和Peart 配合就相当不错 那NDX和Peart配合也更完美 对不对 那都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机制 对吧 对吧 那最后再看一下 数据库也是当学生必不可少的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知道吧 那咱们现在网站上是展现内容的 是这意思吧 对 或者是你办公的系统也是做 比如说一些数据中心 报表中心 也是为了体现数据的 对吧 那数据我们一定要很好的管理 很好的存储 包括一些大量的数据要解决对不对 对吧 如果数据都假如说已经存好了 对不对 那你一个一个手工的去找 那肯定很麻烦 对不对 肯定有个系统去管理数据 那管理数据特别是能做网站 什么是动态网站 基于数据库的网站才是动态网站 网页上体现的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看那些文章的系统 对吧 网上看到的文章 都是在数据库里存在的 都是在数据库里存在的 所以呢 管理好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节 对吧 备份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做网站 得会一种到几种什么 数据库管理系统 听懂吧 专门管理数据的 有网站展示就是数据的 对吧 所以动态网站离不开它 那我说我用文件不也能存吗 我平时存相片我就是用文件的 对不对 我平时存一些什么用word的 那都是用文件存的 操作系统那你才有几个 如果你有上一篇文章 怎么去管理啊 怎么去搜索 怎么去查找啊 怎么去统计啊 对不对 那这些有个数据库的话 你管理是不是就很好 所以在服务区段 咱们还需要有一个数据库 对吧 对 而且数据库管理 如果做一个项目 数据库你管理合理了 你项目结构非常的好 如果数据库很乱 你的项目结构 就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呢 说一个项目的开发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一个 一个一个蛋糕吧 对吧 那么数据库 程序的设计和开发 就占这个设计百分之百的一半以上 所以数据库结构又好了 那么咱们的什么 程序就会很好 对吧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后期呢 当然了 数据库既然是这么重要的环节 咱不能说 就在讲P2P里边 草草帅帅的 用个一两节课把它结束 对不对 很重要 所以呢 咱们也会单独把数据库提出来一部分 单独做一季 咱们去给大家讲解 好吧 那咱们这一季里边 MySQL 对于咱们课程来说先不算是重点 对吧 咱们还是以P2P为主线 单独会录制MySQL 这个 当然了 大家如果说在P2P里边如果用到MySQL 比如说说你还没讲这个视频怎么办呢 咱们以前录制过好多以前录过的视频 里边都有MySQL 大家可以拿过来看一下 再了解一下 后期重点学习MySQL的时候 咱们新版出来的时候 你得详细的学习 这里边 数据库的系统也很多了 比如说MySQL Oracle 还有什么SickSero 对不对 当然了 有十多种 哪一种最适合你的项目 对吧 还要再复一谈结合 比如说Oracle跟P2P能够访问呢 GISP和MySQL能够访问呢 ASP和Oracle能够访问呢 其实 只要是无区段语言 都可以连接所有的数据库 坏话说 所有的数据库可以文件和一种语言库 对吧 但是哪个是搭配的最好 这个就得研究研究了 P2P可以连接Oracle P2P连接MySQL 那哪个最好呢 对吧 后边的课程咱们会详细的更新 嗯 那总之 做一个网站 这几个是一个整体 缺一不可 对吧 大家可以数数几部分 几部分 这不是七部分吧 啊 当然了除了这七部分 对吧 咱们许网站就够了吗 当然了 对吧 这些都是软件起的和语言起的 对吧 肯定得跑在操作系统上 是这样的吧 所以呢 你必须得懂操作系统 那如果不懂别的操作系统 Windows你可能懂吧 对吧 你现在有可能正在用Windows的系统 是Win7还是XP正在看咱们的视频 对吧 你得恢复这个 对吧 那最好的是还得要了解其他的 比如像Unix操作系统 Linix操作系统 后边咱们会介绍这些的 他们几个的性能 好吧 那这些整体的一个概念 才能完成一个网站 这就是外部后点 对吧 当然除了这些 那大家最好了解一些底层的一些基础 对吧 比如说网络的一些协议啊 对吧 一些通信的知识 这些东西也都需要了解 最主要的还是了解 生活中的工作的一些业务 对吧 一些流程 这些也是必不可找的 如果你工种技术工种这些东西吧 不懂业务的话 你想实现那些东西也很麻烦 对吧 所以呢 开阔眼界 多学一些知识 对你开发还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还要多学一些算法之类的 当然了 那些程序里边咱们再去讲解 再去分析 对吧 好 那这件事咱们就结束了 开发一个网站所需要的外部购物件 需要什么都是你需要学的 但是咱们现在以P2P系列为股 其他的大家可以按以前的视频补充 或者等咱们后面后续的视频出来都可以 我尽量在后面的课程中避开咱们 并想到的知识 好吧 但希望大家能提前了解一些 好 咱们这一段就叫到这里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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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